剛才我們看到K2戰車這樣整個擺出來 哇 那個盛況空前 事實上我們台灣也做得到 我們來看這幾段我們國軍所常見的廣告當中 他告訴大家台灣的國軍是厲害的 而且還依照不同的任務來進行 第一個部分 人質疑哥帶我們來看到的是 如果萬一台灣也被反攻 這個恐怖攻擊的話 該怎麼樣救援相關的人質 最近這個國防部非常的忙 尤其在網路上面很多的影片被人家抵月 有好有壞的 我們先來介紹就是最近以前很多討論的是 國軍的這個形象廣告 我跟你講現在拍的越來越有模有樣 有成功嗎 大家都覺得拍起來有點像在看電影 你知道嗎 那也不錯喔 不要多說我們用畫面給大家看一看 第一段叫什麼 這個是國軍的這一次的 我們看到他的這個形象廣告有兩支 一個是極客救援 然後另外一個是威殺人物 你像畫面上面所看到的事實上就是一個極客救援 而且特別跟華航借了飛機來拍你知道嗎 那這個拍攝協助拍攝的這個單位 你可以看到都穿這個黑衣 戴著這個戰鬥的這個頭盔 他們就是憲兵的夜陰特勤隊 夜陰特勤隊 那這個廣告當然他強調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飛機被人家劫持 那其實這個國軍 他們其實都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然後把這個恐怖分子繩之以法 所以你看到那個狀況上面 在非常非常的帥氣對不對 有點老梗 我現在講帥氣不是這個歹徒啦 你看到那個他們直接寫的夜陰特勤隊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廣告一拍出來的時候 就引起很多很多人的討論 為什麼就是說 有人覺得說 那你今天把這個夜陰特勤隊 他們這種小友善戰的這個特性把它編出來 勞梗 你不能講勞梗 因為事實上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 所謂的特種部隊的一個存在 要宣傳一下 由憲兵的特勤部隊來講 事實上這個是一開始在1972年 慕林黑奧運的時候 那當時是因為那個恐怖分子 闖到以色列的選手村裡面 殺了11名的這個 以色列的選手跟教練 模擬那個情形 對 那所以台灣這邊就覺得說 不行 我們應該也要有一個 開始自己的這個所謂的 比較專精的這樣一個特勤部隊 所以在1978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所謂的夜陰特勤隊 那他是由這個憲兵他們自己所成立的 那因為代號叫夜陰啦 所以才後來就講說夜陰特勤隊 那過去其實他們的這個任務 其實非常的比較不為人所知道 因為他們大概就是 秘密嘛 對 保護這個高級的官員 外交的使節 那另外呢 包含這所謂反恐的任務 事實上都有 那比較為大家所知道 有解密的 事實上是在當年這個延灣 延灣發生暴動的時候 包含我們這個兩三特勤隊 還有夜陰特勤隊 他們進到那個現場裡面 去鎮壓暴動 那個這個事件 才這個整個被人家知道說 原來有夜陰特勤隊 而且他們其實用的武器 都非常非常好 你看他們那個感覺上 訓練非常非常的精實對不對 那第二個影片 事實上也是這個國軍所拍的 那也是一個形象廣告 什麼狀況 叫做這個威殺任務 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這個從水面上的滲透對不對 那包含坐著這個小艇 然後從這個這個這個西邊 什麼去吐息 那他拍出來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還有到水面下的這個滲透對不對 那包含還有機具載具的這個滲透 而且其實畫面到最後連時候 連卡打車都跑出來 那這個東西他自己拍的就是說 國軍他們這個特型 這個特種部隊 他們接獲到了這個指示之後 要去滲透 進入到敵方的這個雷達 而且成功的 對 而且成功的 你包含這個 其實我講實話 其實國安部有的時候 為了拍這些廣告 幾乎把所有的東西 通通都用上了你知道 那結果這個東西 就引起了很多討論 就是說在真實的任務的 這個所謂呈現 真的會這樣嗎 真的什麼東西都給你走出來 對啊 怎麼可能 你的滲透任務 基本上我們如果看電影來講的話 其實它就是水面的滲透 那你可能坐著這個小艇 到這個近海的地區或什麼 然後之後從水下滲透過去 但是你可以看到 為了一個敵方的雷達站 好像所有的車子腳踏車開 其他什麼都來 然後突然好像就大費周章 我跟你講說有時候大堆頭這樣拍起來 是不是真的很棒 其實搞不太清楚 形象廣告 對